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家听众一抢不到票 二见不到姑姑 然后你现在这是拉仇恨 我不是拉仇恨 我是给所有东听98音乐调频的听众们带来福利了 所以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重要嘉宾 就是来自于全能唱作唱跳歌手 姑姑吕思维 欢迎 哈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姑姑吕思维 好久不见了 他这个声音出来比我们两个好听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是来battle一下踢管DJ是吗 是 对 那我们两个离话筒近一点好了 就是我们声音也很有词性 不一样的不一样 你们是搭档 所以你们声音要有不同的音调 这样子听起来才会丰富 对 其实要跟大家说的是 姑姑做客在我们东听98已经有几次的时间了 蛮多次 对 所以他进来之后自己在跟我们说我们自己的台湖 诶 动听968就是爱音乐 自己说了 比我们DJ还熟 对 我以为我们俩开场结果是他开场 而且你知道吗 他进到直播区的时候 姑姑就是非常的熟悉 他说 哦 这个存包的地方上次没有 这个装修我知道 往左转 他都熟 好久没来 其实蛮怀念的 所以最近姑姑就是在整个大陆地区各种跑活动 对不对 对 最近也是下半点才开始 因为我专辑大概是四月份发的 嗯 是 对 然后是最近慢慢跟着 就是有机会师兄的五月天的唱 我可以去暖场 然后慢慢的大家再重新记得我吧 他一定喜欢你喜欢你 对 多花 要多花一点时间啦 嗯 对 然后我也很想念我的歌迷们 好久没看到了 之前一看到的时候 哇 我也是 他们就是眼泪哗啦哗啦就下来了 嗯 然后我心里面也蛮感动的 嗯 因为我老实说 那这几年有时候我心里会想说 嗯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再见到大家 嗯 嗯 这样子 然后当很多事情都放下以后 真的可以慢慢重拾以前的生活的时候 感觉又是不一样的光景 感觉又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感觉 对 就是我见到你的时候也差点眼泪哗啦哗啦就掉下来了 有吗 小心脱妆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时间太久了 从一开始的组合 对 然后到现在 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刚刚进入 你有访过我们吗 呃 就是好像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对对对 因为那个上次访你的时候 他们需要打架 然后他没赢 果然赢了访了你 对 人多人多 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好是10年的时候 进到这个电台当中的 然后那个时候你们属于特别特别活跃 对那时候 然后在各个地方开这个歌友会 然后之前我还有一次 就差点就去主持你们的歌友会啊 哦 哦 对 差一点点 可惜可惜 不然我应该会记得 对 就现在开始记得也来得及 来得及的来得及 你们俩那些遗憾今天全能补足了对吧 一次把他聊 聊个够 是 其实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下 就是鼓鼓的第三张个人创作专辑了 叫做跳舞在米兰 对 嗯 就是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想 就是把米兰的那种目的啊 那种欲望性啊 然后作为专辑的这个主题 其实这首歌是在这张专辑的 算是最尾巴写出来的 原本这张专辑在整个制作过程 和开始写这张专辑的时候 我觉得它里面的内容物比较偏向于 可能像当我变成我们 它就稍微比较温暖一点点 然后在后期我开始写比较多的舞曲之后呢 就慢慢的改变 然后我觉得配合现在的可能时事吧 对现在大家的气氛 那我觉得跳 因为我觉得专辑名称还是会希望让他稍微醒目一点点 对因为现在其实罰专辑的人很少了 那我觉得现在大家是消费习惯我觉得是当下 就是就是浅浅没有不见 只是换成你喜欢的事情 对因为我尤其是这几年过去 真的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我觉得就是消费习惯有时候会觉得 欲望这个东西听起来 欲念这个东西听起来 好像是有一点点偏不好的字眼 但其实如果它在好的事情上面 它是没什么问题的 因为一个人追求他想到的事情 是非常快乐的这件事情 没错其实他的欲望也是有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这个目标嘛 对也是 我当时是16年的时候去到米兰的时候 你有去过 对 我都是只能看照片 是吗 因为我觉得在意大利当中 然后意大利所有的地方 然后我觉得我最喜欢可能是米兰 虽然我第一站不是那边 然后去到那边的时候真的很喜欢 因为它我一下那个当时那个火车 然后迎面给我来了 感觉全部都是新鲜的 就是比如说像你所说的帅哥啊美女啊 他们会牵着很巨型的那种犬啊 然后走在路上那种感觉 优雅吗 哦雅啊 就那种氛围给我的感觉特别好 然后包括它也是购物天堂也是时尚之都 对那就是那个大家会想到就是米兰这个词他会想到一个就是那种就是一些精品啊什么什么的 对的顶端但是我觉得我这样专辑里面写的其实没有很多那个东西 它写的比较生活一点 对 就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中找到一个自在的感觉 嗯 我觉得是那个自在吧 嗯没错 像像我其实我们我们像东方人吧 我觉得很常会有一个东西会不好意思 是 是 就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会让 就是常常说比如说你今天打扮得很漂亮 哇你今天 哦你今天好美哦 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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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其实你就你今天打扮的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就是要让大家看到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转换一个心态 对啊我今天就是谢谢 哎我就是很美对了 对对对 谢谢你的夸奖这样就是改变一个状态 对 我觉得可能会生活的比较自在一点 嗯是 所以这张专辑传递给我们的也是那种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做一点 直接的那种观念 对 你想做什么你就直接给别人看就好了 对啊生命不多就是没有那么长不要浪费它 嗯对没错 用力得活 所以我觉得你你这些感受跟你的经历还蛮契合的 嗯是是是 就你之前一直研究scratch这种就是什么音乐编程啊什么什么 然后再到比如说自己的那个转型然后你看你从DJ台然后慢慢的就是开始全能型的唱跳 好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更换赛道也好或者更换领域好你你你有什么感受吗 其实蛮困难的 嗯就像我一开始是我接触音乐一开始是乐团的鼓手嗯 嗯其实我是一个职业鼓手对然后呃后来才组MP的时候我又开始学DJ嗯然后他又是另外一个新的领域嗯然后后期我开始练习创作所以我开始练习编曲嗯然后后期又开始写歌然后后面我出个人的时候我要开始学习跳舞嗯嗯对所以全部都是重新开始学那我觉得从零开始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除了他本身技术层面就蛮难之外他要克服的一个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克服的就是外面的一件事就蛮困难的一件事 嗯嗯就比如说当你现在是一个嗯英桃老师嗯然后你可能到别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变成一个就是一无所知的学生变成水蜜桃老师变成其他老师对然后一直换来换去就是你你自己的姿态会很难去做调整嗯嗯那我经历这么多我觉得就是正面一点的话就是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嗯当你走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你做过的事情都会回到你身上所以只要你有兴趣你有热忱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去尝试时间不是太多 就怕你浪费掉那个时间在想你要不要做但是问题是谷谷的那个身份也太多了吧那天好多那天英桃跟我说你好好的重问一下他做金曲奖的主持人的那个经历这是太多太多经历了有很多比如说他刚刚我说到你是表演者嗯然后你是背后的编曲可以可能是音乐的主创然后再包括你是制作人很多身份嗯你觉得蛮多的蛮多的就是包括金曲奖的红坛主持人 是嗯你觉得哪个最有意思我完全不一样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当然是做音乐最快乐嗯嗯对那因为我我是一个满满喜欢挑战的人嗯但是我比较不会去主动发起我要挑战什么嗯就是如果我接受到一些资讯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我没有做过的事情他值得挑战我就会去尝试像我平常也不是主持人像要主持那种大型的典礼的红坛啊嗯其实要做功课很多像这个稿我可能读过至少上千次嗯是就我连剪斗法的时候我都在那边一直读一直读嗯 就是不停的读到嘴巴都记起来的他的顺序嗯嗯对然后花很多时间然后呃像在红坛上的主角其实就是每一个上来的音乐人嗯所以你的那个姿态跟你在舞台上表演不太一样对舞台上的时候表演的时候主角是自己和观众嗯嗯然后呃做音乐的时候主角是自己的灵魂嗯嗯那编曲的时候服务的是歌曲本身嗯所以转来转去都不太一样我觉得比较难的是快速的调换这个角色嗯嗯对角色本身都是有趣的 没错就是你像主持人我觉得其实鼓鼓也玩得特别的溜啊然后呢因为主持人你要顾忌的就是已经不再是自己的感受对对对 比如说嘉宾的情绪你跟他所有的交谈当中的一些衔接对对对 你们也有主持过那种典礼的有有有有其实很其实很难很多事情是大家不知道就是导演一直花圈对对对对可是可是就是歌手本身还还意犹未尽对那你要怎么样就是礼貌性的打断他的话是蛮困难的没错因为我们当时有浙江省的第一届那个中国新歌榜的颁奖礼对然后是我们电台做的嗯嗯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是体验到了就是跟其他的音乐活动不一样的就颁奖礼就是所以我觉得你很厉害要压那个时间 压时间然后做衔接我特别紧张而且常常发生就是什么呃那个谷谷你在你在撑两分钟他还在路上他没有到之类的对对这个也我觉得撑还还还还可以但是就是呃也蛮难的嗯因为因为重重重点是因为在某那些地方你要讲的话是他是他是不能跑太远不能跑太远而且你要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哎呀我这些艺人我认识啊对啊是朋友啊但是不够 你要对他非常非常深入的了解你才可以去问出很多的一些问题对而且要做很多功课这样子他上来一开始他还没见到你的时候是陌生人但是你当你你有做过功课你讲开口聊过他几个东西的时候他会发现啊你有做功课他会很投入的马上接上你的情绪是会瞬间变朋友的感觉对所以我想问你的这个新专辑的访谈还需要主持人干嘛啊我们俩先撤就我们你来来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都留给谷谷的岁不一样不一样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还是大家一起聊天比较好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因为已经到了现在的14点的14分了那我们要先来听一首歌对不对我推荐好你来他一定喜欢你好啊好啊这首歌谁不会唱我也会唱我告诉你我唱的他就不如鼓鼓唱的你知道吗下次我我以为待会他要唱我也会唱的但是我可能会被请出这个直播间我们先来听听看吧我觉得如果你在舞台上看过他的这个演出你会非常的熟悉 各位朋友们你们雨刮气准备好跟他一起摆动起来哇这个律动感太强了这首歌那接下来有请咕咕吕吕思维呆新专辑当中这首歌他一定喜欢你他一定喜欢你他一定喜欢你All right发什么呆有时说出来到底爱不爱我们一起猜准备好你的最佳状态 描练描你爱去说话很小心有你在的局常常会巧遇最好是刚好不是故意他记得一些笑声你穿高的牌子你不爱吃的香菜他通通比开 最爱把我们挂在嘴边常说一起去逛街一起去认识你最好的姐妹日常节送总是家常便饭 就算你吃饭就算你吃到依然笑得灿烂只要你再见哪里都顺路如果不是你帮忙滴个水都觉得难悟 他想跳进你的生活漂浮在充满你的漩涡跟你一起发泡 但是想看着你的笑容加上他你跟一种不同 他一定喜欢你喜欢你他一定喜欢你抓到了 他一定喜欢你喜欢你他一定喜欢你打抱走了 从天多的长河一定把你找到你眼神抓到他他马上飘掉 秘密的说号只有你们知道点阿公阿嬷都想让你快见到 未来的计划里总是有个你不管去哪里都要粘在一起 日常节送总是家常便饭就算你吃到依然笑得灿烂 只要你再见哪里都顺路如果不是你帮忙滴个水都觉得难悟 他想跳进你的生活漂浮在充满你的漩涡跟你一起发泡 但是想看着你的笑容加上他你跟一种不同 他一定喜欢你喜欢你喜欢你他一定喜欢你抓到了 他一定喜欢你喜欢你他一定喜欢你打抱走了 他一定喜欢你喜欢你 他一定喜欢你他一定喜欢你抓到了 他一定喜欢你 喜欢你 他一定喜欢你 他抱走了 动听九六八就是爱音乐 今天动听九六八的大来宾 我们请到的是 有请鼓鼓吕思维 欢迎欢迎鼓鼓 大家好我是鼓鼓吕思维 我想问一下这位樱桃老师 还有鼓鼓同学 就为什么 怎么就我老了 他就同学呢 我们换过来好了 樱桃同学 樱桃同学鼓鼓老师 就是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就是在节目 关话筒的那个状态当中 聊那么多 就是 鼓鼓老师你真的有点太能说了 我还蛮喜欢聊天的 对他还喜欢聊天 然后呢 他一直在跟我们讲述很多的一些 包括因为我们三个人都是很喜欢 当然我们两个是喜欢看演唱会 人家喜欢开演唱会 对人家喜欢开演唱会 这个立场和定位不太一样 开演唱会 其实我就在这行蛮久了 我觉得其实开演唱会是蛮累的事情 其实如果你问我的话 但最轻松的是三首歌四首歌 很短的表演 但它又没办法代表你整个状态 所以演唱会固然辛苦 但是演唱会整场表演下来 你才可以把你现在比如说这几年的状态 或者是你这一两张专辑的状态 完整呈现给你的歌迷 因为它会包括整个演唱会的曲目 还有你的talking 整个你的人会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虽然辛苦 但是就是甘之如意很值得 包括其实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然后鼓鼓也讲到了一个 其实让我觉得会有点感动的一个视角 他说其实当看到他的一些朋友 包括五月天也好 所有他的一些队友 他的一些朋友 跟他一同战斗的一些朋友们 然后走上舞台 灯光打下来的那一刻 那个音乐一起啪的那一下 哇 对 描述一下 那个感觉不一样 因为我们在台下 我想说我们看到的是整个舞美 然后呢 他的这个哪怕我坐在第一排 然后看到的也是比较小的歌手 和比较大的舞台 但其实你从侧台去看的话 你可能只能看到歌手本身 对 他最细微的一些动作 对 因为我每次就是开场完 差不多师兄也要上台了 然后我就会在旁边等一下 我就想说跟师兄谢谢 谢谢他们让我来 然后顺便 有机会就聊一下天 然后不然就不要打扰他们 因为上台需要整理情绪 是 对 但我就想说乍电人 我喜欢就是目送 至少目送他们上台 行住目里 对对 加油 然后上台的感觉 然后通常都这样子 大家都很冷静 然后突然一上去 杏哥一走上去 然后音乐一下 然後螢光棒一變 然後五個人一起走出去的時候 你在後面會覺得很像電影的開場 然後你會起雞皮疙瘩 然後每一次每一次都看不膩 幾乎看不膩 就那個瞬間我覺得是很感動的吧 很感動就是 這件事情要怎麼造就這個狀態 是不是要有很多很多 我們想像不到的努力 對 是 才有可能 但我覺得正好也是一個目標 可以視覺化的一個過程 對 我覺得就是當一個歌手 但大家希望說演唱會越開越大 我們剛剛前面有聊到慾望這個東西 它其實可大可小 就是看你怎麼去看他們而已 那我自己覺得 就是歌手本身 當然還有一個附加的價值 是一個穿搭一些理念 所以只要對我而言 不管這個舞台是很大還是很小 只要我可以正確的穿搭我的理念到 願意聽我說話的人的心裡面 其實就很足夠了 就已經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了 跟一般的人比的話對我而言 對 就是最重要的是 為什麼其實我覺得 谷歌要寫自己的創作專輯 第三章創作專輯 不管在這個歌專輯當中 其實有寫別人的情感故事 也有寫自己的一些經歷 不管是他們的故事 還是我的故事也好 我最重要的是 我想把我所寫的和所寫的旋律 和所寫的歌詞讓你們聽到 我不可能每天通過電台話筒一樣 像你們傳達我每天的一些心情 但是起碼在歌裡面 你可以聽完這首歌 我可能是這樣感覺的 那個人可能是那樣感覺的 就每個人聽完歌之後 感覺還是不一樣的 對 然後 因為我現在有三張專輯嘛 然後我覺得風格都不太一樣 對 然後這張專輯我的目的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很輕鬆的去消化它 所以我在 就是在寫作上面也有稍微花一點心思 讓它輕鬆一點 對 然後讓大家聽起來 就覺得很 可能交通或上班的時候 可以很開心的聽 沒有壓力 沒錯 剛剛我們聽到 跟全麥放的這首歌叫 他一定喜歡你 我們倆也很會唱 就是有洗腦 對 就這首歌呢 特別的朗朗上口 而且很甜 如果你沒有聽過這首歌 聽一遍 我覺得副歌 你已經會唱了 會了 明天七夕節 你就給自己喜歡的人 唱他一定喜歡你就夠了 我唱你一定喜歡我 而且你知道嗎 這裡面很細節 包括對方喜不喜歡吃香菜 然後對方喜歡吃什麼 我覺得就是你現在 在這樣的時代 背景下 你感動對方的 一定不是一件大場面 一定是很細節的東西 所有的東西都在細節裡面 對 比如說幫忙開門 車門等等的 然後可能 就是像 如果啦 現在聽眾朋友 如果你有這種就是 你懷疑這個人 是不是喜歡你 的話 就是可以從這些小細節去看 第一個就是 你的眼神有沒有偷對到 如果他對你有一點感覺的話 你偷對到 他可能會閃避 偷對到 然後或者是在一些陌生的場合 他有沒有常常出現 這個聚會 就是天天 偏偏這個男生就一直出現 對 可能他可能是對你有一些 陰魂不散 有一些想法 對 然後越來越近的時候 看他會不會就是 就是 很喜歡送你回家 就算不順路啊 等等 就是這些小東西啦 對 因為我好喜歡裡面的歌詞 因為我剛好不喜歡吃香菜 是嗎 那你可以代入到 就是鼓鼓唱給你聽的一首歌 食物送來的時候 比如說你們一起去吃飯 一人一碗嘛 然後給你的時候 就是本來只有加香菜 給你的時候 這個就偏偏沒有 對 然後他也不會講 這是你的 這是我的 是 你怎麼知道 我不吃香菜 有這種感覺 對啊 是啊 就是有一些 就是你沒有辦法用語言說出來 但是你可以感受得到 對 就是把你放在心上了 嗯 還有很想問一下 鼓鼓老師 鼓鼓學長 就是遇到那種比如說單戀的人 因為七夕馬上到了 啊 如果 就是遇到單戀 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你怎麼老把我的事往外抖 來 這幹嘛呀這是 不是說了嗎 工作不牽扯個人生活 人家就問最後一個問題嘛 那你 我想問一下 這是我的經歷 啊 ok ok 單戀喔 嗯 我覺得還是要勇敢一點去告白 因為 因為 我自己是這樣 我就跟每個人的個性不太一樣 你看我多巧 那個電腦上 最後一排 右邊數第三首歌 就是 右白數第三首歌 左邊左邊 左邊 你看就是叮噹跟鼓鼓的勇敢 對 有多巧 太巧了 你看 這個 兩個勇敢不太一樣 當然都是勇敢 就是我覺得要去 要去 要去 趕快去告白 那如果真的沒有 沒有成功 就 你就可以往下一個階段走 就不要浪費時間 我是覺得 除非你真的太 太喜歡 太喜歡這個人 喂 Mary啊 那個咱倆就這樣吧 我明天要跟Linda出去了 是這個意思 對 因為 我都人生短短的 對 Terry啊 我自己是比較不會那個 你別跟我說話 我現在轉不回去 對 就是 我覺得勇敢一點告白 這是 都是敢 都是敢出 我覺得被 被拒絕 也是一種 滿好的養分 嗯 沒錯 其實我還覺得就是 包括我們歌詞上 也有寫到 那種朝九晚五 會接送你 向下班的那種 真的還滿甜的 嗯 感覺是學校開校車的老師 就是一個工具人 對 但我想說 GOOGOO你知道嗎 他們很多 就是粉絲 或者歌迷 他們都會說 希望自己喜歡的藝人 過得好一點 又希望他們過得別太好 因為過得往往不好的時候 他們寫出很多 好東西 好作品 你這個事情 你怎麼看啊 這個事情 確實是 就是你在 你在寫歌創作的時候 確實如果你 你 我認為啦 就是太平 應該不是過得太好 是太平順的話 你沒有一些 就事件發生了之後 你確實很難會有靈感 但是我認識 很多很多的創作人 他們就算是這樣子 他還是會有靈感的 我覺得靈感是要培養的 就像興趣一樣 你平常不找他 你要寫歌才找他 他當然跟你陌生 可是如果你平常跟他很熟 那什麼時候找他 他都在你附近 那我想問一下 姑姑 就是你平時寫歌的這個靈感 是怎麼來的 你會去旅行嗎 或者說 會去度假 還是怎麼著 還是在家裡 你就會突然間有想法 有時候是 比如說去運動玩 心情很特別好 想到幾個 可能幾個詞 或幾個主題 就會開始 我寫歌的習慣是先編曲 因為我是比較習慣編曲 所以我先把編曲畫面框架出來 再去做 那如果是慢歌通常 有可能會開車開一開 哼出一段旋律 這也是有可能的 對 這幾種都還蠻有可能 然後 差不多是這樣 我覺得開車 就是尤其一個人 夜晚開車的時候 在廁所也不錯 洗澡也不錯 廁所是這樣的 因為洗手間有那個回響 對 我也很喜歡在那個洗手間裡面唱歌 我這回知道 你們女生為什麼洗澡洗半個小時 在你們開那個mini concert 對 而且我們在吹頭髮頭的時候也會唱 對 就是這都是創作的好時期 然後就觀察 就是像我 我很喜歡觀察 可是我覺得每個創作者都這樣 像我這幾天都在機場 那我就觀察 我觀察到一件事 大家可能沒發現 那聽眾朋友可以去稍微觀察一下 比如說大家喜歡拍照 不管自拍 或者是幫別人拍照 然後你去發現 你去看一下一個小地方 比如說我現在要幫你拍照的 很近 這麼近 我拍的是上半身 但是你在擺Pose的時候 你會連腳一起擺 會 對 不管怎麼樣 會 而且你會注意腳 我既然換Pose的時候 你腳也會一起換 會 剛才拍照就是這樣 我真的有在換腳 前後我這樣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特別的點 就算你上面沒換 你腳還是會換 可是你根本拍不到腳 對喔 是的 就除了此類的 它就會變成我的創作的素材 這樣子 太好了 這首歌是在我們直播室產生的 我覺得這個角度很 就是很清奇 對 很好玩 我會去觀察這些東西 那你當時創作這首歌 能到時候請我們倆過去聽聽 對嗎 如果它真的變成一個創作的話 下次再過來的時候 就可以跟你們說這個故事 是 就是那種小細節 這種 對 就是 可是要怎麼樣去詮釋它 或是把它表現在 只有一點點字的歌裡面 就需要一點技術 對 沒錯 有些人是非常會寫歌的 那我幾個朋友都是 寫歌是他們的日常 對 就比如說是 就是 我們還有一首歌 包括它就是寫了生活當中 很多的一些爆炸的小事 比如說開不起玩笑 對不對 開不起玩笑算是一個 比較悲傷一點的情歌 對 它就是因為我 我平常在朋友之間都是那種 就是如果感情有問題 它都會找我訴苦這種 因為我嘴巴比較不會這麼大 所以是樹洞是不是 對 算是 算是 然後 如果是一對一的深度聊天 我通常可以給對方 蠻多蠻真誠的建議 然後那個叫 我很喜歡聽人家說話 對 那個叫心理諮詢 一個小時八百 典銀幣之類的一對一 沒有收費啦 可能小廚一下還可以這樣子 對 然後 我就會發現有很多的 不管是男生女生啦 我發現很多 不停在輪回自己 錯誤的愛情的狀態 都是自己的問題 就是你的選擇 在你選擇這個人之前 你本身的 可能眼光就要調整一下 也許你就是喜歡這樣子的人 或是你就喜歡自己 當一個悲劇的主角 沒錯 其實我覺得有的時候 就是我好像也是會 不停地去給身邊的人去講 因為我也是 我也是一個傾聽者 然後我發現 他們其實每次走不出來的 不是說這段感情 走不出的是自己 是啊 對 他們會自己 我跟他是最合適的 他為什麼不愛我 或是他有一些舉動 他為什麼沒有把我放在心上 或者怎麼樣的 可是他沒有放在自身 那可能 你真的不是對方最合適的人選 那麼你就應該走出來 站到外面的角度 去看這個圈 去跳出這個圈 對 但就是 就當局者 就是 迷啊 就沒有辦法 所以他一定要經過時間 然後再回頭看的時候 啊 我那個時候是這個樣子的 對 就 所以我就說都是養分 走過錯誤的路 如果你可以走出來的話 也是一個蠻棒的路 嗯 沒錯 就我們待會可能 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我們可以放一下這首歌 叫做開不起玩笑 對嗎 然後這首歌就是 這個時候就是我覺得 任何事情都要換一個方向去想 有的時候你覺得很難過 很悲傷 很生氣 很爆炸的時候 深呼一口氣 然後就覺得 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嘛 現在是這樣子 對 像 呃 那是你現在聊的是那個 我有時候叫好了啦 對不對 嗯 對 因為我平常就是 就是我跟大家一樣 就是我很喜歡 我會出門的 我不是那 有些歌手是不喜歡出門 嗯 不喜歡出門的 不喜歡出門 然後 我是很喜歡出門 就想 喜歡跟大家生活在一起 就所以我也會去排隊 也會去買東西 甚至快遞 自己寄東西 反正什麼事都自己來 這樣子 所以就遇到很多生活的小事 還有 包括你們開車嗎 開啊 開車 你不覺得開車的時候 最容易發火的時候嗎 怒怒症 對啊 就平時一個人非常的溫和 但是一開車就很容易發火 就一個很溫柔的人 一開車就哇 就是完全變一個樣 對 就諸如此類的 然後就把它寫成歌 然後就聽聽開玩笑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一個小時 真的是聊不完 所有這個專輯當中的一些歌曲 太多好聊的了 太多好玩的事情了 那我們先過度一段廣告好不好 好 然後廣告之後呢 我們接著跟大家來聊 這張專輯當中的一些好聽的歌 嗯 說成黑 懶得在變 旁邊悠哉的家長 像還在鬧手機拼命話 這個剛變綠的哪 包可不停急著投胎嗎 前面奧客在招插 是以為花錢就是老大 放鬆太太又漲價 我壓力善大 大哥你睡醒了嗎 送丟的甘口丟啊 玩夠了嗎 請問你是哪位啦 拜託你安靜一下 玩夠了嗎 好了啦 好了啦 拜託別再亂啦 好了啦 好了啦 拜託你在哪邊回 在哪邊回 要做做還是看好比賽 快點決定馬路當你家 胸後你傷把罪趕 順便插隊當我說叫麻 有人猜合幾杯 下司空大型就平時多差 真的快瘋了 到底我原地爆炸 大哥你睡醒了嗎 送丟的甘口丟啊 玩夠了嗎 請問你是哪位啦 拜託你安靜一下 玩夠了嗎 好了啦 好了啦 拜託別再亂啦 好了啦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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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蘿莉白水妳在哪邊回 在哪邊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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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回 在那边回 好了啦 听起来就让人很难 就是在原地不摆动的一首歌 这是一连无曲曲风的一首 来自于鼓鼓的《好了啦》 是全新的作品 我想说生活当中确实有好多时候 就是需要说好了啦 怎么那么烦啊 有太多要烦恼的事情了 今天怎么又要上班 今天怎么又要交房租之类之类的 今天怎么又碰到前任 是不是 碰到前任 碰到前任也比较有点难应付 也蛮衰的 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 我们就是会碰到自己 就是很不喜欢的一些事情 包括呢 有的时候也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 对 那鼓鼓你的眼神不要闪躲 因为我接下来问题就问你的 我们这个节目呢 就是属于 你越怕什么就来什么的节目 对 就是鼓鼓平时自己的话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 平时会很真实的你 生活当中是会很急躁的那种 还是说我写了这么多歌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我是一个很会调节自己情绪的人 Peace and love 是吧 其实没有 我觉得大家都一样 就是不管什么状态 它都是一个功课 就是每一次都是需要练习 决度会越来越好 但是也有越 在越来越好的过程中 你会看到更多可以更好的空间 对 我觉得调节情绪是蛮重要的 就是 那情绪来源一定是一些事件 会每个人都有一些地雷 那你被踩到的时候 就是我们是动物 所以我们一定会 呃 马上竖起来 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不管怎么样 然后 但是 有时候不小心 因为情绪而造的 说出来一些语言 然后它可能会造成 别人的伤害 这个东西 它就有点难 就是有点腹水难收了 所以大概说 开口的时候要小心 对 那情绪就是 果然说的好 三思而后行 就是你情绪 你知道自己情绪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 三十秒吧 或是 看你自己 缓冲期 缓冲一下 嗯 也不一定要想 就停一下 嗯 然后再往下做 嗯 然后这样子可能 我觉得结果会比 你直接做好一点点 嗯 我现在的经验是这样 现在的经验 我以前也会直接 爆炸 对不对 对 嗯 那爆炸是因为我们就是 那个时候年轻啊 对啊 有时候你 开会 对你不开心 拍一个桌子 哇 你这一拍 不得了了 嗯 你要花多少时间 去 去解决 对解决这个事情 解决这个事情 但我想说 那蛮过眼的 那一下的还是蛮过眼的 那一下绝对是超级爽 但是 你后面会超级不爽 对啊 对啊 因为你要补救的事情太多了 对啊 人跟人的关系是很复杂的 是 它是 就是不管嘛 友情爱情 它是需要经营的 我觉得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很好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就是比较急躁的人 我也是 我也是很急 比如说我这次休年假去新加坡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挑战就是坐地铁 我在航 你自己一个人吗 啊 我还有朋友 OKOK 对 就是我自己在杭州都不会坐地铁 哈哈哈哈 但是就是有些比较有趣啊 对就是玩的话 对然后就是我瞬间就爆炸了 因为我满眼的所有的线路 所有的英文 所有的那个我就爆炸了 你是因为这样子爆炸 我不知道我应该从哪里坐到哪里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哪里 哦 那个是加急 对后来就是 因为我之前就听了你的专辑了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 深呼吸嘛 按下暂停键嘛 你是不是这么写的 对对对 按下暂停键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反正就是 因为我其实这次旅行也在 就是手机里面循环的去听这样的专辑 哦 真的哦 对对对对 所以我才会深夜写出文字 感谢 对因为我以为那个很像那种 就是我以为是公司给的资料 但是又长得又不太像 哦 我里面有穿插 对 有穿插 又不太像 就是好像是月评写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到最后的时候 然后我就觉得 啊 其实你深呼 你真的这个办法真的是有用 就是你先让自己暂停一会儿 什么都不要去想 后来我发现 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 你不要去看所有的一些每一个地方 你先理清你需要做的是哪个颜色的线路 不就可以了吗 就是你突然把自己跳出来之后 再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发现没有那么复杂 对啊 因为情绪就是会鬼遮掩 情绪来的时候 刚才讲的在爱情里面也是一样 对 又点你 鬼遮掩 他这个是看着我的眼睛说的 对真的会鬼遮掩 每个人都一样啦 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对 不需要责怪自己 你们刚刚有聊到情绪哦 我跟你讲 在爱情里才控制不住情绪呢 完全没办法 吵架的时候 你之前平静的时候 你觉得再吵架 有一些话也不能说出口 但你发现一吵 全都说出来了 怎么狠怎么来 对 爱情是一个很奇妙的关系 因为它很像是自由 在更亲近 对 然后接近家人 但它又不是家人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灰色地带的一件事情 嗯 而且在爱情当中 你那个战友欲 每个人都有那种战友欲 又特别强 对 我觉得 因为我这张专辑本来 本来要写的是 一开始前半段要写的是关系 我还想过我的专辑封面是 很多人牵着手的模样 就是不同的 像这样子牵 这样子牵 交织在一起 对 什么牵 或是拥抱的方式 代表着你们 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嗯 对 我觉得 呃 家人的关系 亲人跟 呃 爱情跟友情的关系 是完完全全不太一样的 爱情有点需要想象 是 对 但是你想象过头了 就跟实际不一样的时候 其实到最后 你就会失望很大 然后你会生气 很多时候是你自己那个期待的样子 对 下肢太高了 你想象太多了 对 对 然后家庭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是 因为它是你非得被灌在一起 嗯 是不太一样的 那说到爱情的时候呢 那有的时候我们还会陷入到一个特别的漩涡当中 就是 你说我们是恋人吗 我们也不是 你说我们是朋友 我们也不是 这么回事 就是 暧昧的那个圈套当中 你啊 嗨 我我我我 我们两个 你说 你说你在暧昧的那个阶段 一直持续在那个阶段 那个阶段也不能太久 太久会 会没力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状态比较像你 专辑当中的有一首歌啊 哦 你说 开不起玩笑吗 呃 对 是 开不起玩笑 很像这首歌 对不对 对就是 有毒 这种关系有毒 对就是 呃 我这个 这个这首歌是因为就是 真的是听我朋友一直讲 一直讲重复的事情 然后大家都劝他 他就是听不懂 但是因为我已经听他讲了很多次了 所以我就 我就是 以他的心情写下这首歌 嗯 嗯 这真的就 但自己在爱情的过程中 在 呃 也会有这样的角色出现 就 我也有过这样的状况 哦 你也有过 那你刚好反问我啊 对 我想说先先先先 先断一盘菜出来 不是 我再来配一下 他怕你给他拆穿了 他就先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 因为我很喜欢里面的这个歌词 他就有写到说 就是每次我以为下定了决心 但是对方几句关心又来挑衅了 这真的很狠 你在哪儿 对对对 然后你回还是不回呢 那还是回了呀 对对对对 而且你看哦 比如说像刚刚那个 小妹提到的那个前任 如果他先突然传讯给你 你一定会整个人 怪怪的 用你们那儿换大俩功 对 你会马上会竖起来 你会 你会在任何状态 你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对 就有点像是 就是某一个阶段的 你的感情被 被绑住了 嗯 对 或者像这样子 对 就是好像有一根线啊 就是你这个风筝线还没有剪断 没有剪断的那种感觉 包括 就是如果是你不 不再爱我的话 其实我觉得 这是谷歌想告诉大家的吧 就告诉我 你看你听他这个笑声 仔细品味一下 我听到 嗯 好嘞 如果你不再爱我的话 那就狠狠地推开我 不要对我偶尔的温柔 因为这个举动 会让我觉得伤心很久 因为你其实并不能给予我 我所想要的稳定的 完整的这个感情 但是你还要时不时地来撩我一下 对啊 我觉得一个感情 走到这个关系的时候 其实通常是回不了头的啦 所以大家可以认清这件事情 因为通常走到这个关系 表示对方对你 已经不是这么这么的 应该是你对对方来说 不是这么这么的重要 对 那就会差很多了 嗯 是因为你 其实那个时候的你已经不是唯一了 不是他的唯一了 对所以你也不用再太多的幻想 或者这事情还会变成什么样子 然后或者你做再多好 比如说你再做一倍 给他多一倍的什么什么事情 然后让你感觉你们状态 又到另外一个层次 但是你给的东西 永远不可能一直躲下去啊 嗯 而且我跟你讲对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而感动跟你 没关系亲密 他反倒会更远 对 然后他下次的所谓的某一些欲望 会更强烈 他会 索取的东西会更多 会变得很不健康 而且在他看来就是我轻轻勾勾手 你就会过来啊 对啊 对吧 所以要及时回头 保护好自己也当然 保护好自己 多看一下自己 对 所以在这张专辑当中 然后不管是身边的人也好 然后鼓自己的定位也好 就是他是已经从这个男孩 变成了男人了 必须的 就是 我里面有一首歌叫当我们变成我们 写的也是一个长大的故事 它倒不是什么梦想的东西啦 我觉得就是当一个人长大的时候 就是责任感会变很重 对你 你会想要保护的事情 会越来越多 然后想要负担的事情 会越来越多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就是 我们以十年为一个时间段 因为我觉得这十年 我自己也在成长 因为我觉得是跟你共同成长起来的 然后所以就是你觉得十年间 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然后最没有变的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是一段关系的话 你说最大的变化 你自己 我自己吗 你自己都可以 你的关系啊 或者是你觉得自己的变化 或者是身边的环境啊 然后你觉得十年间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因为我说真的我的生活真的是每天都在工作 可是这个工作是我喜欢的事情 所以我每天都在做我喜欢的事情 然后我的生活真的很非常非常单纯 所以如果是我 我觉得没变的事情是 我还是很热爱这份工作 从上台表演大家就可以感觉出来 就是我很喜欢这件事情 然后我喜欢把快乐带给别人 然后我觉得改变的是 怎么把快乐带给别人的方式 对慢慢的越来越懂的 就像沟通的技巧 表演的技巧 写歌的技巧 对你要怎么样才能 尽量的把你想要给大家的感觉 可能至少80%或是90% 然后这是我觉得成长的地方 就是越来越成熟了 对不然很常常会会 有时候你会觉得 词不大意 你有很多的感情 可是对方没有接受到 那就是表达你的问题 或者说他听不懂这样子的语言 所以你就要做调整 而不是你觉得你有什么感觉 他就要知道 他又不是你 连你自己都不一定知道 这个我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就好用一些看法 你先发表一下 好嘞 我觉得现在我已经百分之百 能感受到你所有想表达的东西了 所以你已经成功了 你长大了 鼓鼓长大了耶 我们来给鼓鼓鼓掌 大鼓鼓了 但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 我现在最近可能这几年吧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 你要表达的意思 你要表达的爱意 就要告诉对方 一定要讲 就是会有很多遗憾 不然你也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见面是最后一面 你也不知道 你们下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所以在节目里多好一点 对 行我下次不掐你了 就是要真的要及时说 然后不要忍住 对就是我觉得我们就东方人 真的很容易 真的很容易不好意思 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好了 虽然这个例子跟现在的气氛有点不搭嘎 气氛不搭嘎 就是我很常去冲浪 对 我非常爱冲浪 怎么不搭浪 我们也挺 但是最近 美人欲 最近比较少冲 最近比较少冲 对 那当我变成我们的MV也是在冲浪 这又是题外话 就是我以前大概10年多前 就一直在冲浪 然后 因为我很喜欢张正月的乐歌 但是我真的是我的偶像 然后那时候他刚开始冲浪 所以我会在海边碰到他 那时候我已经冲很久了 然后我就看到他在学冲浪 那他都是自己一个人 他真的很酷 他做什么之后自己一个人 然后我就看他远远的在那边收他浪板 我就心里想说 我要不要去跟他打招呼 但我跟他打招呼的目的是什么 我没有 我当然啦 我想要看到他 但是我只是想告诉他说 他不用知道我是谁了 但我想告诉他说 谢谢你写了这么多的好歌 然后陪伴了我很多 很需要这些能量的时光 然后谢谢你的音乐 就我只想说这个而已 所以我就 后来就鼓起勇气很紧张 就跟我的歌迷跟我说话一样 就跟他告诉他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很低低 哦 谢谢 他就是这样 就没有了 哦 谢谢 那你肯定说的比较简短 我就趕快讲 我就趕快走了 因为我自己也是歌手 我知道会打扰 因为这是私下生活 我就趕快讲完就走了 但是我很开心 就是我说完了这件事情 然后后来 在滚石三十的演唱会 又再碰到岳哥 那就变成比较close一点 然后岳哥还请我喝酒啊 干嘛干嘛的 那时候他认出你了 他认出我 他说我一直知道你是谁啊 怎样怎样怎样的 然后到了我自己演唱会的时候 之前在台北游行园中心的时候 岳哥他还答应来当我的嘉宾 讲到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对 是 我觉得 对 那我就是 这个对我来讲 是超级超级的梦想真正 我从来没有想过 就是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家庭 不是很完美的人 所以小时候会听到很多音乐 可以陪我很多 耳机带起来 世界就变小了 就变自己 对 所以 那时候在彩排的时候 听到岳哥的声音 在我的耳机里面的时候 仿佛带我回去 家庭还没有那么破碎的 那个时光很温暖 所以音乐的能量就是在这边 对 那因为我鼓起勇气 做了这个决定之后 这么多年之后 带来了这个缘分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 这么做才对 然后前阵子我也在路上碰到了一个 骑脚踏车 共享脚踏车 突然停下来 然后把我拉起来 拉住想说 看不会是什么疯狂歌迷吧 对 没有 他也是 他跟我那时候一样 眼睛发热 然后告诉我说 我是谁谁谁 你不用知道我是谁没关系 然后我只是 我问他说你是要拍照吗 他说不是我没有拍照 我是想告诉你 就是我很喜欢你的什么什么什么歌 因为在我很累的时候 听这些我觉得上班的时候 带过很大的能量 然后谢谢你 他就走了 但是乐视这种就是 会给人的触动是很大的 对啊 所以就是常常会有这种 这种小事情才会让我 就是继续做表演的工作吧 不然你看我从团体到我的个人 经历那么多事情 有时候我会想说 我每天都在说 其实我是在做同复的 重复的事情 对 写专辑 发专辑 宣传 写专辑 发专辑 宣传 上台 下台 上台 下台 准备演唱会 又结束演唱会 很多人要生自己一个人 对那 一直做成功的事情会腻吗 当然肯定会腻的 一定有一些事情 支撑你可以一直做这些事情 就是像这些感动 对 所以就现在听到这首歌就是 当我变成我们 我特别有感触就是当你 人生遇到很多困境的时候 你打开耳机 你会觉得你不再是 那个很孤独的自己 你可能会跟某一些音符 跟唱歌那个人形成一个 对抗世界的一堵墙 对 一个很强有力的武器 对那我觉得 就是我们在听音乐的习惯 我觉得还是跟就是那种 就是可能外国人不太一样 对就是我们 我们其实很喜欢带儿子听音乐 因为我们很享受自己的世界 对 所以在我们的歌曲里面 它就是 其实就很重要 很重要 因为我听歌是有一个习惯的 就是我听歌的时候 我脑子中会出现很多画面 可能我自己意想当中的就是电影的画面 可能我自己会把自己设定出 我感情当中的主角啊 然后这样子 所以就是我觉得一定要静静的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 因为音乐它可以 它不一定会认识你这个人 那有机会透过这首歌可以 知道你的故事 这很很奇妙的 嗯 是今天一个小时真的不够聊 不够聊 那在最后 要跟大家 好好的宣传一下 宣传一下 9月10号 在杭州晚上的8点钟 就在大麦66 Live House 对对对 有请 有请姑姑 你想说我在看什么 没有啦没有啦 就是9月10号 会有那个我在杭州的演唱会 然后9月9号会在上海 嗯 之后深圳还有一站是不是 深圳有一站是9月16号 嗯 大家一定要记住 因为那天是教师节 对 好好来给我上上课 来给姑姑老师上课 然后 我特别讲一下就是上海的场合 有那个小炳治 嗯 NP的主唱 然后 杭州场会有叮当当节奏 是 因为他是浙江人嘛 对对对 他说他 他说要请我去他家 他说他妈妈要煮菜给我吃 哇 我到时候如果只有吃到 我再跟大家分享 好嘞 那今天也特别谢谢 姑姑会来到节目当中 然后大家记得就是 平时在各个音乐平台 可以听到他的新专辑 可以跳舞在米兰 然后有其他的动态 可以在微博 或者视角平台关注到 姑姑对不对 可以可以 我每次表演啊 然后我的那个 我的微博都发的很轻 可大家可以多上来跟我互动 好的 那今天非常感谢姑姑 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樱桃 我是全麦 谢谢姑姑 谢谢 谢谢姑姑 下次见了 9月10号现场见了 好 现场见 你们会来吗 我们有票我们就来 好好好 没票我们自己买着去也是 一人十张票 好好好 谢谢姑姑 谢谢 谢谢 拜拜 下期DJ韩子带来的音乐会旅行